READY? RING THE BEAR! OK 好 那個 所以我想要問你就是那個 哪個 你是不是偷偷在偷渡一些歧視文字 沒有啦白癡喔 一直那個那個 欸喂 什麼那個那個 你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看 我沒有喜歡的人 沒有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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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剛說你要推薦我去看初戀嘛對不對 對啊 初戀超好看 我跟你們講 我跟你講這 前一陣子呢 因為我上班的地方會聽廣播 我自己會聽 對對對對對 前一陣子廣播 每天都在那邊放First Love 我想說 又在那邊吵那個什麼回憶山 白冰冰的是不是 沒有沒有 白冰冰那是另外還是 By the way 我覺得白冰冰唱得超好 欸他其實唱得很好 真的唱得很好 對 對 可是就是 因為就是這種很老梗的東西 我就覺得很煩你知道嗎 然後一直 前一陣子王心靈的那個歌一直在放 我就覺得喔 煩死了 你們可不可以夠了 真的夠了 所以那就是前陣子電台一直在放那個First Love 的時候我也覺得喔 真的你們真的夠了 直到我真的去看了初戀 喔 我跟大家稍微解釋一下就是 喔 這部影集多好看 那個 因為我是這樣 我是下班 我是固定下班回家 就是就是中心弄一弄 然後睡前一小時 我一天看一集 啊他一集差不多一小時這樣 對 喔 殊不知我就這樣以淚洗面了九天 哇 太好看了你知道嗎 看一集洗九天 蛤 你在說什麼 你是 你說看一集淚洗九天 看 喔 不是 我說我一天看一集 結果就這樣以淚洗面了九天 喔 我以為說一集一比九 所以說你看了 OK 各位觀眾 我真的受不了 我真的受夠 受夠這個運動白癡腦了 我受夠了 請問有哪個天懂人化的人可以來一起組 有CK跟C12 但現在C12在當兵 然後CK呢他今天有工作 哇 真可惜 早知道我今天就說我沒時間了 不行 不行 好 總之 總之就是這麼好看的程度 喔 我真的 而且我你知道嗎 深深的愛上蠻道光這個演員 我去看了他另外一個演技 他真的太厲害了你知道嗎 他每哭一次我就哭一次 他怎麼有辦法你知道嗎 把那個 你是可以透過螢幕感受到他的這集 我跟你講這才是 這才是 這才是真正的演員 好嗎 喔 好 但我聽完的時候 我還是沒什麼興趣想要看 因為我最近 沒關係阿瑜 你就去看那個 你就去看 UFC啊 你就去看 看WB UFC要看欸 我WU不想看的 你去看綜晃之棒 喔 好厲害 綜晃之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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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棒球要準備打 你去看完全娛樂啦 白癡 我早就沒看這種東西喔 好白癡喔 好啦 我想會不會得罪人 好沒有啦沒事 欸有點得罪人 得罪一批人 OK 好我最近在看一部 應該是說同一部的影集 看了好幾次 這部影集叫做The Wrestler 對 然後他也不算影集 也算是半紀錄片 對 他是在講 他不是那個米基洛克演的那個 力挽狂瀾 對 然後他是 以一個主持人的角度去 訪 去看探討所有的摔角世界 那其中一集呢 大概有四五十分鐘的極速 是在討論死亡賽這件事情 對 那我剛剛想要跟你講 就是說 欸 我要準備的道具 這個道具我不會先講 我沒有講 對那我剛剛討論過 這個就我們就帶過去 蛤 什麼 在台灣打死亡賽 居然選手要自己準備道具 哇這麼難看啊 好聽聞了 不是啦 白癡喔 因為他除了去訪 那個主持人去訪那個CDW 就是美國的死亡賽的 算是很厲害的一個團體之外 然後到日本去 然後他其中訪了日本的選手 大仁田厚 因為大仁田厚早期是打那個 爆破賽嘛 死亡爆破賽 電流爆破 對電流爆破 對電流爆破出來 然後他有一個傳統的武器啊 是 球棒捆鐵絲 對 然後這個 他在每一次比賽還是說 我忘記什麼時候比賽的時候 會拿出來使用 然後之後呢 就被供奉在 就是類似像賣摔角商店裡面 這樣子 然後一直好像賣了十多萬日幣吧 這樣子 齁 十多萬日幣 可以捐獻給我嗎 對對對 而且是 就是他自己是直接實際打比賽的實戰用品 這樣子 就是本人啦 那個比賽用的本人 沒錯沒錯沒錯 然後主持人把他買下來的時候 還是拿去給大仁田厚簽名這樣子 哇 我真的覺得這是一件 可是 日本人其實真的很會買這種 就是 就是現場比賽用過的東西 你看像上次我們的瑪莉哈娜 現在是叫瑪莉哈娜 沒錯 瑪莉哈娜 瑪莉哈娜 他頭髮不是被剪掉了嗎 擺在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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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桌 商品劇那邊賣 要是在日本早就被買走了 可惜 所以當天 當天有人買嗎 其實我蠻好奇的 沒有啊 沒人買 我跟你講 可惜的是 算了我會講很政治不正確的話 算了 沒事 好啦 我們好像還沒有自我介紹對不對 還是剛剛已經介紹完 沒有我真的好像講喔 你要阻止我講嗎 我會得罪一大票台灣人 來你講 I don't fucking care 沒有算了 我已經發過是2023年開始 不再引領爭端了 好啦 那個大家好 我是C4 那這禮拜是由我跟C8 單綱主持 對然後我們 其實這個 這禮拜的話題 算是圍繞著 死亡賽去走 圍繞著你啦 我們每週的節目都圍繞著你打算 好大牌啊 謝謝 謝謝 你看上次我們在講什麼 來 上次在講 上次不算 有趣搞笑的事情 上次是阿子門 欸對 好像都在討論我欸 然後再上上次就是 就是阿子門之前 那對耶 你有什麼想法 都是圍繞著你 對耶 節目 從來沒有圍繞在 我們其他人身上 聚光燈 永遠打在你身上 就連怕輸入的比賽也是 欸不要這樣子 你吃吃味了是不是 不要這樣做好 沒有啊 沒有啊 我開玩笑啦 好啦 不要在意啦 如果 詹雄他們有聽 我開玩笑啦 真的 好啦 進入聽眾心象之前 我要先謝謝我們斗內的聽眾 對 他那個聽眾叫做 倫哥的跟班 OK 他留言是 支持EP111的摔腳推廣運動 我喜歡之前主持人推薦賽事的單元 大家都知道是 好啦 謝謝 對啦 謝謝 謝謝先生小姐的的 輪根的跟班 先生小姐的支持 對對對 欸讓我講一下就是 承受打擊 撐下去這件事啊 並不是代表你在遇到任何打擊的時候都要給他硬撐下去 因為呢 欸我是這樣子 對 所以你是運動白癡腦白癡 白癡低能加三級 欸你幹嘛不會說你不罵人 我本人 你除外 我本人呢 其實其實遇到過超多次就是我真的撐不下去 所以我就 但是 放棄 我撐不下去之後呢 我會去做一些 我自己開心的事 比如說我就會去唱片行爆買專輯 所以 不知道 反正大家現在應該看不到 但就是我現在有一個 有一個IKEA的成價 就是有 很快有幾成 1 2 3 那是念IKEA是念IKEA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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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啦就是那個藍黃的 然後 反正那個成價有四成 好現在目前有三成 滿滿的是我買的專輯 欸我看到你後面很有趣的東西 你後面有一個內褲聖誕樹是不是 你可不可以不要 我人家在講政界的事情 你在講我房間掛好的內褲 是想怎樣啊 莫名其妙 欸 你的胯下怎麼會一隻狗在咬你的大腿啊 他肚子餓了 小熊肚子餓了 喔 吃吃 一口吃香腸 沒有 所以我要說的重點是 就是 其實不是遇到什麼困難都給他死生就對了 就是 就是你有時候是需要去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再回到你原本堅持的那個東西上面 也許這種時候才會有一些 轉機 或是你就會看到一些不一樣的東西 啊我個人啊 我個人 喜歡的方式是我喜歡聽音樂 或是我去逛 我會喜歡去逛唱片行 或是我喜歡自己一個人去旅行 那這都是 就是 我可以在這個過程中 然後去 就有時候就是莫名其妙 就砰就會蹦出一個新的想法 然後 用這新的想法再回去 原本我很 呃 卡住的一件事情上面之後 就大多時候 都是有轉機 但是 呃我其實是有很多時候是 是 就是 就是沒有那麼堅持 喔 當然當然我還是 我還是堅持 所以我到現在還在打摔角嗎 對所以 對 就分享給大家 就是 不是真的要死撐喔 但是我覺得 撐下去的這個精神是很好的 希望大家都不要輕易放行 我都死撐了 喔對啊就是有人就被 close body壓到頭 然後就 就直接沒了嘛 就連撐都不撐啊 喂對 欸那個不是連撐都不撐 那個是沒辦法好不好 要不然欸 嘿嘿 開玩笑開玩笑 我只是 你可以不要再插一堆 運動白癡腦的 的 的一些體問了嗎 我真的很生氣 我快抓狂 可是欸 欸不是 你不能這樣講 我相信一定有人也是跟我一樣 就是 你說運動白癡腦嗎 我相信聽眾沒有 不是 拜託就是我 呃 我知道不知道 適不適合在這集裡面講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 從一開始到現在啊 我都把摔腳當作是一項 運動 競技類型的運動來去看待 成分比較高 對 啊哈 對對對 所以說你說我一次運動白癡腦嗎 我覺得確實就是有一點成分在裡面 不過因為類似英國的看法是這個樣子 所以說 我才會有這樣子的想法 對啊 其實也沒有不好啊 但就是 對啊 我只是單純討厭你這個人而已 謝謝你喔 謝謝你討厭我這個人喔 普通那是那麼 嘎 白癡喔 好啦 來 今天我們聽眾信箱 第一位叫做 北極光你好壞 然後他留言是 北極光你真的好壞 然後 後面付出說明 北極光壞透了 來在這邊我要給他一個回覆 北極光請你去吃大便 為什麼 為什麼 來為什麼 你還問為什麼 你有沒有腦啊 為什麼 啊算了 我跟你講 我不要在這邊回答你 但我們聽眾一定都知道為什麼 請大家聽眾去聽眾信箱留言 告訴這個 運動白癡腦 好 OK 請入下一位聽眾 好OK 好來第二位聽眾叫做 宣 他說 哈囉主持人們 這是我第一次來留言 聽到朋友跟我說 3月4號C4 不是C4是Haka 要跟日本的死盲 大 死盲賽 葛西純打比賽的時候 我真的很興奮 當天我也會親自去現場幫 C4 不是C4是Haka 加油 這也是我第一次去Puzzle看比賽 希望賽後能跟主持人們合照 OK 第一個他打錯了 就是 他打死亡賽 他可能是 是什麼自動選擇之類的被改掉 可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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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應該本來是要擋死亡賽沒錯 可能被選擇 是是是是是 是對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第二個錯誤就是 喔不是C4要打 Haka要去打 對是 對啊所以你是要跟Haka合照呢 還是要跟C4合照呢 對啊 雖然說兩個都是同一個人 對啊 雖然場合不一樣會出 產生不一樣的事情 嘿沒錯 欸對 這個各位那個 Fush選手成績已久 那個三月也會出來打個比賽 這樣喔 所以大家可以 就是終於可以看到我了 早就該出來 因為因為我知道好像 好像上一次我們比賽 這個 就是 IG上面在做摔角名的 那位先生小姐好像有來現場 但是因為我不在 我就看不到你知道嗎 因為 好 反正因為我做那個深度專訪系列嘛 然後他就 對對對 就是留了很長的這個 那個回饋給我 我就有 我就有跟他講說 那那你下次來看比賽的時候 你來找我 那是 你知道嗎 就是很感謝 有一個這麼認真的聽眾 給你一個小小的小禮物當回饋這樣 結果我人不在 哇 所以就 好希望他這次還會來啊 如果他聽到的話 因為這次的比賽 真的是蠻值得 我覺得是 呃 我想一下 台灣摔角睽違幾年啊 欸等一下我不能 唉唉唉不能講 但是 就是睽違幾年 終於有這個 不一樣的卡斯 這是非常的不得了 光是 光是葛西純 跟 運動白癡腦對打 這已經夠 喔 你一直講我運動白癡腦會走心 夠帥 你知道嗎 但是就是 欸 對阿跟 跟不齊打的那一位也是 也是日本選手 那 就有所知啦 再來還有 幾位 國外的選手 喔 原來是這樣子 是誰 是誰 可能先不能講 喔 但是我這邊要先講一個東西 因為 因為 就是有一天 欸 應該是某一次 某一次訓練的時候 某一次訓練的時候 嗯 因為 因為我很 很早就答應說 喔 我一二月想要休息 我想要讓我肩膀休息 然後我三月再打 那 我就 反正我就問戰熊說 欸 那我三月對手是誰 因為我一直很想跟北極光雲打 你知道嗎 我想要打爆 他真的是給我吃大便 但是 反正那個時候呢 戰熊就跟我講 喔 三月 對手安排好了 但是是誰 我不能講 不過你一定會喜歡 喔 好我聽到時候 我就真的 你知道嗎 我超不喜歡被掉了一口 就真的 我快爆掉了 你知道嗎 我就是 那種感覺像什麼你知道嗎 你有沒有過一種感覺 是你身上某一個點很癢 但是你真的 就是到處抓都抓不到那個點 你不知道到底是哪裡在癢的 這種感覺 喔 我那時候當下的感覺 就是我全身都在癢 但是我抓哪都抓不到那個點 OK 所以呢後來 戰熊就去忙他的事情 好接下來 鬥魚經過了 鬥魚經過通話說 欸 欸 那個 那個 宇哥 你知道我就是 三月我的比賽安排了嗎 什麼什麼之類 我就是 就宇哥就直接講了 喔 你三月就跟 打哈這樣 我就 蛤 嗯 可是 戰熊剛剛說要賣管子不能講 然後 然後 反正我就意外知道了 所以就 就是 你知道嗎 所以還有 更多的 國外選手會來 就是大家可以 好好期待一下這次的 的比賽 那據我所知啊 因為這次比賽 我們還是辦在帕蘇陸的道場裡面 可是 對啦 其實本來還是有想要去外面的場地 因為想說 因為這次卡斯也算大嘛 就是以台灣摔角來說 那既然大就要做到大 那乾脆我們就去 那個外面的場地 呃 沒錯沒錯 很可惜啦 很可惜 就是 我們也是盡量 盡力在想辦法 我們真的想出去辦 只是 對啊 沒關係啦 但是在自己的 場地也有好處 就是 呃 就是 如果說 哈卡選手昏倒了的話呢 就是 林口長跟我們也比較熟 這樣 亂講話 去台北不一定 如果被送到亞東醫院怎麼辦呢 亞東醫院的護士 你有辦法接受嗎 好這故事我們後面再講 我們後面會講到 沒有 呃 我會說 在自己熟悉的地方辦 還有一個好處就是 比較不太需要看 場地方的臉色 對 是沒錯啦 但是 就是 真的說實話就是 呃 道昂之河的場地 就真的 你知道嗎 對有一些 沒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的人來說 就是真的 稍微比較不方便一點 但是呢 還是有很多很熱情的人 就是 大家都還是每次都來啊 所以 我們真的很感謝他們 我愛你們 OKOK Love you love you 欸 你剛剛講到那個白露斯嗎 對我偷偷抱一個料 欸你要這樣直接講人家是白露斯嗎 我剛剛是講說明英的先生小姐 喔 欸不過上一次我們有念她的名字 所以 好沒關係我們就 我們就用明英先生小姐來代稱 好明英先生小姐 OK明英先生小姐 對對我抱一個料 我應該有跟你講過就是 在賽後的時候 他有過來跟我打招呼 還有跟Willi打招呼 上禮拜的時候 有嗎 呃好像沒有 我上禮拜 OK好來 好OKOK 好那個 就是打完比賽的時候呢 跟我打招呼 然後他就說 他就跟我講說 欸那我可不可以給你一個擁抱 他對我說 我說喔好啊沒有問題啊 然後就給我一個擁抱 這樣之類的 然後他轉頭過來又給Willi一個擁抱 那Willi就說他超級無敵開心的 因為我在想他除了他媽跟他姐姐之外 應該就是 呃沒有抱過其他人了吧 這樣子 欸不是你們兩個現在這樣撐機卡油 是不是 沒有欸不是撐機卡油 是人家主動提出這個要求 那我知道 好我跟你說 這個明英先生小姐喔 如果你三月有來沒有抱我的話 生氣喔 生氣喔 一汗兄弟只有抱兩個 就是你知道嗎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你討厭我 啊 記在心裡 記在 記在我的腦袋裡 我不是運動白癡腦喔 誰叫你沒有來 我上升星座是天蠍座喔 我記憶恨喔 哇喔 沒有 沒有沒關係 我跟你講這個運動白癡腦現在想 上升星座是天蠍座是什麼意思 他聽不懂沒關係 我們懂就好 好就這樣 白癡腦 好啦來 欸講到上禮拜比賽 呃 你上次 雖然說沒有來 那我想問一下 就你看到那時候的三場的卡斯 你自己覺得感覺如何 還有看到一些後續的戰報啊 跟照片之類的 喔 你說 欸上個禮拜嗎 欸上禮拜 我過到不少時間 對其實我也忘記時間 欸月 上個禮拜啦 上個禮拜 啊算上禮拜 對對對 反正錄音時間 okok好 那你這樣子看到戰報看到照片啊之類 然後看到卡斯 第一場是馬里哈拿跟 北極光吃大便嗎 嗯 對對對對對 其實其實我 我這個組合 我我個人是還蠻蠻期待的 為什麼第一 第一是我知道馬里哈拿選手的 欸 他 他到底有沒有要讓人知道他要去當兵 喔 反正不管啦 反正就是 好啦講了都講了 我我對不起 如果你不想讓人知道的話 我愛你 對不起 錯了 我可以把他剪輯 我可以把他剪輯 反正他就 他就去當兵嘛 所以這等於說呢 是他 可能暫時的最後一場 那 北極光吃大便選手呢 他 目前也是在一個勢頭上嘛 你知道嗎 剛加入Mad Dog 然後最近打的比賽也是 一直在進步的感覺 所以 是 然後再加上 馬里哈拿選手 就是 他也是一直在嘗試 因為 我個人覺得他其實 某種層面上 算是怕輸入最有特色的選手之一 因為他的打法跟風格 基本上 呃 是沒有人跟他是重複的 而且他還有做出一些他自己的東西 所以我就很期待 因為 呃 這兩位選手其實 呃 就如果我們已經開始學摔角的 的 的這個年代來講的話 都是 有點像是在我之後 我不敢講 他們是我學弟啦 因為他們真的都很厲害 我也不是什麼很厲害 但就是 這兩個 都是一個在 在一直在進步的一個狀態的選手 所以我就很期待 他們可以打出什麼樣的東西 那 highlight是不是還沒出來 因為 我印象中我還沒看到highlight 所以我不知道比賽 對 打得怎麼樣 但我只知道 因為那個C12跟我說 就是馬里哈拿 那個被剪掉頭髮 摆了死串在商品區 結果都沒有人買 他覺得很難過 所以 如果說 就是大家 喜歡上次 那個 褲子被脫下來 裡面露出的這個白色 哈卡內褲的話 請大家 快點去這個連結 支持一下 那個 正在當兵的C12 好不好 人家 國軍月薪六千塊 很苦的啊 他好像跑到好遠 都要 預計要漲到兩萬出 兩萬又不是我們的事情 那不知道幾百年後的事情 對對 反正我們當兵是絕對沒有啊 嗯 是啦是啦 嗯 好啦那第二場是 第二場是 德體貓 對布奇 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德體貓跟德體貓這兩位選手 為什麼呢 因為兩個都是貓 德體貓跟德體貓 哈哈哈哈 一個是 一個是 我覺得那個德體貓 他感覺就是 你知道嗎 我完全想要盜版德體貓 連字都長得超像 但我覺得這個選手真的 可是我個人啊 我個人還是喜歡 原版的德體貓 因為我覺得 原版的德體貓 很可愛 還有那個長長的尾巴 但 這個 這個組合 是非常微妙的 因為據我所知 德體貓這個選手 他 就是 打的風格 打比賽的風格 是比較那種 搞笑 比較逗趣 輕鬆的 對 那這種 這種角色 這種選手 對上 布奇這種 你知道嗎 他就是嚴肅 一個就是 極端 嚴肅的極端 一個就是 輕鬆 鬥趣的極端 那兩個極端 的選手 碰撞在一起 會變成什麼樣的火花 這你知道嗎 我是非常期待 或是 如果說布奇 有跟著德體貓 做一些什麼 奇怪的東西 我覺得 他應該會蠻有趣的 但是因為 海浪還沒出來 所以我也不確定 就是到底 做了什麼 但是 就照片看起來 是還不錯 照片看起來 第三場的話 就是 有 硬漢兄弟對 海陸兄弟嗎 對沒錯 兄弟細想 對兄弟細想 這樣子 基本 海陸兄弟 是真的很久沒有出來 超久了 就算有 也是兩個各自出來 所以等於是他們 回味了好長一段時間的合體 那再加上 對沒錯 硬漢兄弟好像 最近有開始 常常在打雙打 但都是 都是哈卡跟威力族 所以你知道嗎 對 為什麼 明英先生小姐 只抱這兩個呢 因為 硬漢兄弟很快就只剩這兩個了 我要走了 拜拜 我退出硬漢兄弟 再會 你退出 連加入一些 那個軍團的抗爭都沒有 然後就馬上先宣布 我要退了 拜拜再見 因為明英先生小姐居然沒有給我一個擁抱 好沒有問題啊 他有抱過我 然後威力有抱過你 你看這是什麼你知道嗎 比完賽之後給一個擁抱 擅長的擁抱 啊 這是倪安東的歌 好我知道 我要講的是 威力 呃我們兩個都有被那個 明英先生小姐抱過 對就我沒有 那我們兩個再抱你就等於是他也有抱過你 但我不想跟你們抱欸 你們好餓喔 哈哈 兩個運動白癡喔 不好意思喔 好啦沒有就回到比賽啦 因為 呃 基本上啊 因為我個人覺得喔 哈卡這個選手最近一直處於一個迷流的狀態 是 就是在看他打比賽 看他的 我們還會看那個 比賽的 我們自己會會檢討嘛 所以等於說 有時候可能甚至看了一兩三次之類的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喔 哈卡這個選手已經在星際迷航了很久了 確實 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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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個人覺得啊 他整個人都在遊魂的感覺喔 就是 就是你知道嗎 不知道 就是他就在轉圈圈 你知道嗎 Windows98還在還在連線 對 但是 我個人 覺得啦 也許是 海陸兄弟故意排這場 你知道為什麼嗎 師傅要打醒你啊 懂嗎 他們看不下去了 不然他們幹嘛讓海陸兄弟 你知道嗎 再次 再次 組成這個雙打 欸那兩個老人家 你要他們打 打那個 Main Event 多累啊 扛壓著賽 欸真的欸 所以說啊 師傅是要提醒你 答醒你啊 你還不正做 我不知道比賽 怎麼樣啦 但是 但是好像觀眾反應還不錯 所以 嗯 應該是 哈卡應該是有復活一點啦 我覺得 這個 他們的用意有多深遠 你知道嗎 因為再來 因為他們早就知道你再來要對上葛西村 我真的不知道 對 以你 對阿子們的那個狀態去打葛西村 喔 你直接變葛東村 我真的沒騙你 別人被他從西邊打到東邊 哇 欸你這個解釋真的很好 所以他們 沒有我跟你講 你去問他們 他們一定也是故意要這樣打醒你 你看喔 他們不這樣打醒你 你到底還在那個遊魂 不知道是什麼狀態 你對上日本人能看嗎 你是丟帕書路的臉 你知道嗎 我要用客家槍的知識過 丟帕書路的臉 你知道嗎 白癡 白癡嗎 我想要講 我講確實 我自己 我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我自己 迷航了很久 從 前兩年開始 我就開始有點在迷航了 對 那我講 我覺得我講迷航 前兩年是指那個 撞到之前嗎 欸當然啦 對啊 你覺得你撞到之前就開始迷航喔 有一點你開始在處於迷航的階段 對啊 可是我個人覺得是 就是撞到之後才爆掉 之前其實我覺得都還好 之前感覺只是你太忙 你還在抓那個平衡 但是你的比賽狀態沒有在迷航 對我來說 也是啊 對 但我覺得是新因素的問題 就是好 我先講前兩年 說我自己就是 其實狀態不是很好 然後也是這樣講 可以直接從中找一個平衡 然後又突然遇到 比賽中打比賽也打到一半腦震盪的事情 對我整個完全就爆掉了這樣子 對 然後我一直知道說 我一直這樣 有這樣一個想法 就是我自己覺得我在 台灣賽要打一陣子 不敢說打很久 打一陣子 對然後 呃 我覺得那個 有點不上不下 那個成績感有點不上不下 對啊我自己有幫我自己設立 比如說大概 會預期會到什麼樣的程度 可是好像一直都沒有打得很好 沒有到我預期的感覺 對所以說 呃 也很感謝這次戰雄鬥魚幫我打醒 對啊 然後也特別安排了 呃 死亡賽教主 葛西純來 來一場 匡匡列的死亡賽這樣子 對啊 是啊 我本就想要給我自己一個算是 呃 再 一種挑戰啊 對啊 然後讓我自己稍微 看不可以 鼓底翻身 對啊 對啊 所以 好 所以其實是你自己 呃 在前陣子就很想要打死亡賽 對 前陣子 那時候不是在節目中沒有談到說 其實我有點想要打死亡賽試試看 對啊 因為就 因為我那時候很早就知道說 我自己其實狀態沒有很好 對啊 那為什麼是想要 為什麼是選死亡賽 就是 因為我覺得啊 對我來說 如果說是我要調整 我的狀態 我希望可以 你知道嗎 給自己振作 可能不一定是賽制 也許是對手 比如說 呃 讓我對上卡扎之類的 你知道嗎 這種感覺 就也許對我來說是 是對手 可是為什麼對你來說是死亡賽 呃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 看完那個 剛我前面講那個 Rest的紀錄片的時候 讓我覺得說 呃 死亡賽不一定是真的是死亡 而是找到自己活著的意義 這樣子 然後我想透過比賽去找到一個 我自己想要活著的意義 然後再來是我認為就是說 人在越困境越危險當中啊 你越要集中精神去應付你眼前的困難 這樣子 對 所以 是 是沒錯 可是 那死亡賽對你來說 有什麼 特別象徵性的意義嗎 或是 其實你 超喜歡死亡賽之類的 其實我 我壓根根本不喜歡死亡賽 對啊 對啊 因為之前 就是根本 就在這件事情之前啦 就是在你說你想要給自己挑戰之前 從來沒有聽你講過死亡賽的東西 可是為什麼 為什麼會選死亡賽 嗯 你要想喔 就是 摔角比賽 我不是說正常的摔角比賽賽是不好 可是問題是 嗯 我 因為 我自己 就是 像我剛剛講 我的成績又是一直補上補下 那 我再這樣子一直打下去也不是辦法 然後我就是 無意間那時候在網路上看影片的時候看到 葛西純的比賽影片 然後像他 加上他之前對上那個 El Desperado 就是打那場比賽 忘了那個賽後的那個宣言 真的是 很令人感動這樣子 然後所以說其實我被他擠到 他賽後宣言說了什麼 因為說實話我好像 觀眾應該也不知道 OKOK 那我再重複一次 他那時候打完比賽的時候 雖然說葛西純輸掉了 不過他對El Desperado講說 OK 你啊賽前比賽給我說什麼 抱著燃燒殆盡 死而無憾的覺悟上擂台 你這個混蛋 事實上有些人想活卻離開了 有的人想 有的人是活不下去而不得不死 可是沒有因為想死而死的人 你啊最好被最好的夥伴包圍著 被受到這麼多觀眾的鼓勵 還加入夢寐以求的新日本 還成為次中將級的Top 過著幸福的人生家夥 還跟我說抱著死亡的覺悟 我們啊上了擂台 可能會受重傷 也可能會死掉 但是啊給我活下來 活下來 給我活著走下擂台 什麼死而無憾的覺悟啊 都給我扔掉吧 才不需要這種復死的覺醒 這樣你才會變得更強 所以其實對對葛西純來說 他打死亡賽 不是他很追求這個死亡的東西 而是他透過這東西去 對他來說去找到這種活著的意義 像這樣感覺嗎 是沒錯 對然後其實我被他這個言論吸引到 就是有點被震撼到了 對啊 因為加上看他那場比賽之後 我覺得哇賽 好像有這麼一點想要嘗試的念頭 對然後那時候我私底下跟 呃 戰雄鬥魚討論過這件事情 他們說 呃 像竹田層智的另外一個死亡賽的高手 竹田層智跟葛西純啊 他們在之前也是打一般賽 可是問題是打一般賽 打不出一個名堂來 不過就是去轉換跑道變成死亡賽之後 而疑似成足固 然後找到自己的擂台 嗯 但不是說他們 但不是說他們打一般賽不行 而是就是他們從死亡賽中 找到他們自己的擂台意義這樣子 嗯 所以其實我也想要透過這種方式來去 找到屬於我自己的擂台定位吧 對啊 我覺得 呃 可是好等一下 那我還是要講 因為我還是不懂為什麼你要選死亡賽 你知道嗎 因為好我跟大家講一下齁 C4這個人呢 他基本上看到血就就是會快暈倒的那種人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應該在呃 這好幾十集之前 搞不好我有分享過 當然但我忘了 所以我還是要再講一次 就是呢 去年去年1月的時候 接近過年時間 有一天我在我我的租宿的浴室滑倒 然後我的肋骨就直接撞在 就是浴室跟一般外面房間 不是都會有一個小台階嗎 對 我肋骨就直接插在那個台階的尖端那邊 然後我就直接整個人不能動 我我連動都沒辦法 連呼吸都都沒有辦法 我就趕快打電話求救說 欸我肋骨好像斷了 然後反正後來呢 後來呢就是C4 就是跟我上救護車然後去醫院 然後 嗯好 那間醫院呢就是好 板橋的亞叉醫院 然後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我還記得 因為那時候是COVID-19很嚴重的時候 剛開始的時候 對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進去之前 還要在那邊被捅鼻子 PCR 對啊 你知道嗎 那時候我已經 先跟大家講 我肋骨後來沒斷 但是頓傷 那頓傷是什麼情況呢 我們一般 受到撞擊受傷是挫傷 好講重點 頓傷就是挫傷的嚴重版 就是簡單來講就是只擦眉斷而已 這樣 然後 反正就是我還在那邊被捅鼻子 然後超痛 然後又不能動 然後 你知道嗎 想尿尿也不行 那因為我沒辦法站起來 然後 反正後來呢到了護士那邊 因為他要先抽血 可能是需要先檢查一下 我有沒有一些什麼樣的狀況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你知道嗎 好抽血 一般蒸下去 就直接那個血就吸到那個急血瓶了嗎 那就不知道那個 那個當時的那個護理師怎麼搞 你知道嗎 插下去喔 好 一開始先插歪 插歪 我不知道到底是插歪的嗎 反正沒插到點上 但是插下去喔 我的血就已經開始在噴了 好 然後我就發現 他開始在找東西 然後就想說 奇怪 他的針筒上面怎麼沒有那個急血瓶 因為一般就是抽血的話 就是整組套好的嘛 然後插下去就直接開始抽血嘛 欸不是餒 插下去才開始在找急血瓶 然後找不到 還請另外一個人過來說 欸這急血瓶怎麼 我怎麼找不到 我就那樣針插著我的血管 我血就在那邊噴了快一分鐘 我沒有噴 就針了一分鐘 然後我就 你知道嗎 可是當下我是 我是覺得很好笑耶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哇天啊怎麼會這麼荒唐 怎麼有這麼荒唐的事情 我看著我的血一直在噴耶 是怎樣 然後 但是這個與此同時 我的肋骨真的很痛 所以我也沒辦法移動 所以 當 護理師終於找到急血瓶 把急血瓶裝上去 好我的 一直在噴的血 終於被吸上去之後呢 那個 因為我要準備去下一個地方了 因為你知道嗎 急診室需要跑一些關的嗎 那 那個護理師又問說 欸 那個跟你一起來的朋友 對啊 他人呢 我不知道不見了 然後 之後呢 我就自己一個人 拖著我超痛的肋骨 沒有辦法的身軀 自己一個人在那邊 嚕輪椅 嚕到那個 那個抽血區 稍微前面一點的 一個逃生們的旁邊 我就看到C4給我蹲在那裡 然後他就說 他會 他看到血會怕 所以他頭暈 他剛才也昏倒 所以他現在在那邊躲一下 所以你知道嗎 真的 一個看到血會暈倒的人 跟我講說要打死亡賽 就跟一個不會游泳的人說 他要去 勇渡日月潭 一樣的意思 你知道嗎 就是完全是自殺行為 所以 為什麼 就是你這麼怕血 你還要去 你還想要打死亡賽 我覺得 你講到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怕血還要打死亡賽 是因為 我也想要去克服這個問題 因為我覺得 我有上網查過 就是這種恐懼的東西 是屬於比較新音性的 那就可能會追溯到我以前的事情 這樣子 那所以說其實 等一下 我想先知道 那是什麼事情 導致你會 好 我覺得 我覺得對我來說有兩個 有兩個 第一個 以前在我更早的節目的時候 我有講過就是 以前可能在國小的時候吧 那時候 同學在校門口打打鬧鬧 就是一男一女在打鬧鬧 然後國小的時候 國小一年級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女同學 就是 可能要在玩嗎 在追 然後就知道我追到後面 追到後面之後 啊C4C4某某某在追我 或什麼東西之類 然後後來我想說 一起跟他們玩好了 結果我也太用力了 我手上忘記 我還有拿著那個 媽媽給我準備的保溫瓶 然後就像鐵 鋼的還鐵那種很大 然後一甩 然後就打到那個 男同學的臉 然後 打到他的鼻子 那鼻子整個流血 然後流血下來的時候 他就蹲在那邊哭 那我那時候被 第一次看到有人被我打他流血 我就嚇到 我就大叫馬上跑回家 這樣子 蛤 那同學怎麼辦 啊 我也不管他怎麼辦 然後我就走走 我跟你講這是一樣的事情 你把他鼻子打爆了 他在那邊流血 你直接跑回家 跟我在醫院 手被護理師捅爛了 然後不能動 蹲在那邊 你跑掉 一樣的意思嗎 惡夢重現 對 這是第一個 不是惡夢重現 對 這是第一個 我覺得是 我怕血的可能一開始的 最起源 是這個樣子 對 然後後面呢 後面我記得好像國小有忘記 幾年起的 我真的忘記了 然後後來去補習班吧 也是男同學在打打鬧鬧 然後後來有一個男同學呢 喔 然後他有準備美工刀 可是那美工刀是非常非常短 我短是指刀片很短 已經幾乎是看不見那種 就是用完的這種感覺 對 然後後來我就拿來把玩 再把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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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玩到一半之後 他那個男同學就說 欸我要把那個美工刀收走 因為那是他的東西 他拿走 怕 他那個刀片 其實我忘記 他是有點微露出來的 所以他往我的手上的關節處割下去 那瞬間我就被割開一個大洞 對 然後就撇 流 我都看到血噴出來之後 其實我當下就很害怕 我也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 但是 我想說想要冷靜冷靜 可是 我越想越冷靜 越不行冷靜 然後後來我就有點 我就說 老師我不行了 我先睡一下 我就趴著睡著了 暈倒 暈過去了 對 老師知道你暈倒嗎 還是他就是 他知道我暈倒 他知道我暈倒 我有跟老師講 後來怎麼辦 老師先把我吃血 然後後來就是 先讓我趴著睡覺 然後喝個水 然後起來大概五分鐘十分鐘 我不知道 這實際上時間多久我不知道 然後我就醒過來了 對啊 醒過來就就就就好了嗎還是 對 醒過來的時候就是那個血 也算是有止住啦 不過那個傷口 就是還是覺得很疼痛 因為剛好被劃開一個大洞 這樣子 對啊 然後原本是說要去縫 後來我也沒有去縫 然後就過一隻之中 就是傷口 就好了 這樣子之類 然後從此之後 我就被這兩個事情去 有點我是覺得 被兩個事情 去嚇到說 因為 我這樣子怕血 對 然後我就想要 恩 因為我知道 我自己是一個很怕血的人 然後 我又想要突破我自己 新一性的問題 所以說我想要透過這次的四網賽 讓我自己給我自己一個 克服挑戰的機會吧 對啊 那又是透過我自己 比較喜歡的摔角這件事情 對 然後又是 死亡賽教主 跟著我打比賽 如果是你的話 你會不會打 對吧 欸 我 我的夢幻對手是Ricky Stimbo 但已經打不到了 所以 嗯嗯嗯 那如果今天這樣子 Ricky Stimbo 他跟你說他要跟你打死亡賽 你打不打 我相信他不會想打死亡賽 但是如果對手是他 不管怎樣我都會OK 如果 對嘛 是這樣子嘛 對啊 但是我今天我要打死亡賽的前提 不是因為是葛西村 而是因為我很少就這個念頭 我想要去試試看死亡賽 對 我單純就是想要試試看 我的能耐可以到哪邊 我是不是有辦法去克服我自己的 新一性的問題 對 然後跟突破我自己的瓶頸 啊 瓶頸間 嗯 確實啊 因為我自己就像我講的嘛 我自己打比賽的時候 我會打這麼多年了 呃 老實講我現在打的 年份的程度 就是 跟 比如說像是 我跟 欸幾年出道的 15啊 14吧 對啊 對吧 哇 對啊 我那個照片 欸差不多我開始學摔角的時候 你就 你出道欸 是啊我比 我比 呃 死掉的開殺陣 還早 然後應該算是跟 Gaia Hux X王他們同期 對 如果這樣講的話 算是 那其實你也找 找我一兩年開始學摔角而已啊 對啊沒錯啊 對啊但是問題是 那我怎麼這麼爛啊 所以 我意思是說 呃 我不敢說這個死定點很久 也不敢說打的場次很多 但是問題是就是 呃 以經驗來講 以照理來說本來就是應該要稍微 表現到一定的水準 可是問題是我自己 一直沒有達到我自己想要的 一個目標 對啊 我跟你講 其實 在我們選手來說 你早就到了那個那個水準 你 你一直都卡在你自己心裡那塊 好 除此之外呢 因為你總不可能看到 比如說 比如說像我 我是很怕老鼠的人 我一看到老鼠我就會 我 啊我這邊 又差一個小故事會不會太多 說好不管我還是要講 反正呢我以前做餐飲的時候 有一天我開早的時候 發現廚房地板有一隻死掉的老鼠 但是 因為我太怕老鼠了 所以我就不敢進去 然後 呃開早 我不好意思 我們9點9點上班嘛 當然我就是到了9點半 等菜商來了 我才請菜商的大哥 幫我把老鼠 處理掉 我才開始開動 哦 所以如果說 像我這麼怕老鼠的人 你要我突然去 你知道嗎 突破恐懼然後突然去 因為對我來說啦 怕血的人 直接挑戰死亡賽 有點像是 我怕老鼠的人 然後我直接去 看一個鼠窩的這種感覺一樣 那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去 就是因為 其實我自己有查 我有查一些就是怎麼克服 比如說暈血暈針的 這些辦法 那你自己有沒有去 做一些賽險準備 在這部分 答案是沒有 對啊 然後 但我有一個想法 就是我上場之前 我先靠一罐威士忌吧 對啊 靠一杯威士忌 我覺得 再來 比如說邀請葛西辰喝一杯 對啊 好的 各位觀眾 我們一起祝福哈卡 沒有啦 不是不是 欸 我既然 我既然應該是這場 我既然有 很少提出來這個想法 我想要打死亡賽這個想法 我本來就做好心理準備說 我可能會 可能 maybe 暈過去的這個 這個問題 不過 嗯 比賽這種東西 很難說就是 我知道我自己的能耐在哪邊 比如說我可能 人耐風來了 或什麼東西 這次上線數來的 我覺得血對我來說 是無所謂 I don't fucking care 對啊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 我曾經在節目上面講過說 我在我自己的出道賽的時候 我自己是流血 那我還不是把比賽打完 對啊 我也是把比賽打完 對啊 而且是頭破血流 然後去就是縫了五次還七次 對啊 所以其實 嗯 我不是鼓勵大家要流血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流血就一定是好 或是其他鼓勵選手 死亡賽就一定很好 這樣子 對 就是做好自己 心理準備想要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對啊 嗯 你也是為了想要突破自我才去做 確實 確實 所以 你其實自己 早就也做好這個心理準備 我覺得只差 就是 我覺得你還差那一步 對啊 對啊 而且我覺得 呃 我為什麼要在節目上面 很早就講說我想要打死亡賽 第一個就是 我已經想宣告出去 我就沒有退縮的餘地 然後再來就是說 我也是在 就是在 比賽當中 也多次跟 戰雄鬥魚講說 其實我也想要試試看 然後 OK 啊 人家葛基純都來了 你也沒有理由退縮了 對啊 而且是 就是 死亡賽中的 的 的那個 最頂端的選手 哇 對對對 目前是一個TOP S級的那個 那真的是 誰會想退縮 有這個機會 當然是 所以確實啊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剛好一個 一個挑戰來了 我更應該要去接一下 這個 這個東西 對啊 對啊 我就 想管那麼多 我就是想不好去克服就對了 對啊 嗯 是啊 就像你講的摔腳白癡嘛 摔腳 運動白癡之類的 對啊 啊就是拼著這股 呃 衝勁然後去打比賽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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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突然想到一個東西啊 就是你剛剛不是有講 大人前後他 就是那個鐵絲 那個算什麼東西 狼牙棒嗎 那個東西 我也不知道他那個確切名稱是什麼 反正就是他們自己專用的武器 反正就是那個 他大人前後專用的武器啊 那那你 你自己有想要找到一個 你自己的專屬武器嗎 你有你有最想法嗎 我 我今天其實有在跟那個 我們海綿賢裁判阿賢 就是 討論這個問題 他也問過我同樣的事情 嗯 我想說 用一點 客家元素的 比如說 maybe 嗯 客家新竹共玩 蛤 新竹共玩是客家人的嗎 沒有啦沒有啦 不要在這邊亂說啦 客家人是 是凡雪 不是是Willy 他平常 我跟你講 Willy是新竹人 他平常洗澡的時候 就是用新竹米粉當沐浴球 啊 用共玩當肥皂在洗澡 這樣 沒有啦白癡喔 好啦我要講正經的啦 就是 我也在講正經的 喔你有點跟我講開玩笑 沒有啦我是想說 可以試試看油脂傘 對那可能在油脂傘上面做一些變化 唉 聽起來 因為油脂傘算是客家的一個代表性的一個 一個東西啦 對對對然後如果用花布材料 花布材質的話 那就更讚了 對啊 欸還是說 呃 C12做的 呃不是C12 瑪莉哈娜 到底要算誰啊 好犯 瑪莉哈娜 做的那件內褲呢 還是就用客家花布來做 然後放卡卡的連在上面 這樣子會比較賣點嗎 請聽眾跟我說 聽眾欣賞謝謝 並沒有好不好 OK 好那個什麼 我有在講到這個東西 就是呃 專門幫他打一下工商的 瑪莉哈娜 對他最近在賣我的內褲 很奇怪 我已經打過了 請你回到油脂傘的話題上 好回到油脂傘話題上面 對OK 那我有想過幾個方式 第一個就是在油脂傘上面 殘刺鐵絲 像做成他的那個 那個狼牙棒的感覺 對對對 這是一個 啊另外一個就是 我會 我已經預購了 我剛剛已經下單了 35盒的 塗釘了 蛤 塗釘 塗釘 對的塗釘 然後我塗釘可能會反刺過來 套在 把它弄在油脂傘上面 變成是另外另一類的狼牙棒 嘿 可是那要怎麼黏啊 因為我現在想 我想不到辦法可以黏上去 就是閃視這樣子 然後把它反刺 先把它刺過去之後 整個你刺好之後再拿 可能沒筆膠帶把它殘黏住 黏在背面 這樣子 欸欸欸欸欸 好可怕喔 對對對 阿鵬會不會不敢看啊 欸我聞過阿鵬爸爸 阿鵬爸爸說 他那天就不會帶他來 對 喔 好吧阿鵬 沒關係長大一點來看 因為叔叔也會怕 對對對 因為我跟阿鵬爸爸講說 就是欸 阿鵬會來嗎 他說他不會帶他來 我說他有點可惜 不過好像只能這樣子 對啊 嗯 小朋友看到那個應該會傻眼嗎 欸不一定 我剛剛前面講的 The wrestler的那個紀錄片裡面 他其中有採訪一個 跟阿鵬差不多大的小女孩 他常常看死亡賽 但是他是外國人 畢竟 欸欸 確實 不過我要講的就是 那個小女孩他講了 就是講說 那個主持人問他說 你會不會怕死亡賽 他說不會 他說那為什麼 他說 因為死亡賽給我很多元氣 給我很多精神 讓我知道說就是 我還可以繼續努力 打拼 對人生有更多的希望 這樣子 哇他講的真相 請問那個那個小女孩 大概幾歲目測 就 我說跟阿鵬差不多大小 對 阿鵬應該是國小生了吧 對對對對對 對對對 對啊 反正不管是 確定不是演員嗎 no no n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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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看 我有丟聯結在 那個群組裡面 對對對 你可以去拉不要再讓我 分屎技術下去了 我接下來會 罵一堆 這個你知道嗎 好沒沒沒 對很棒 對 是是 然後 呃 反正不管是 國小生 國中生 高中生 多是 甚至很成年 我覺得對於 就是 死亡這種東西 都有一定的恐懼 所以大家才這麼的怕 對啊 没错 是啊 好啦 我觉得就跟你小时候一样 你小时候看到血也是会怕 我小时候看到血也会怕 所以 也对啦 但我觉得那是因为没有看过 所以造成的恐惧啦 但也不是说 是啦 就我们看过之后 可能一定年纪就 就流血就这样 但是我还是会怕 跌倒破皮之类 对对对 所以对啦 所以就是 那如果大家 大家有什么想法 是客家元素的武器 大家可以多推荐一下 因为 C4最近很苦恼 到底要怎么做才好 对啦 但是基本的 不一定要客家元素 或是比如说 其实台湾元素的东西 我觉得也可以推荐给我 不行不行 我觉得一定要客家元素 客家元素是不是 OK 因为你就哈卡 然后就是客家 你知道吗 代表不只是台湾人 而是台湾人中的 其中一种台湾人 台湾人中的台湾人 我刚才没有跟你讲过 你知道哈卡在日语的 我记得好像不知道谁 有跟我讲 是日评到小编吗 不是巴嘎 好像是 薄荷 还是什么 就是反正这种 很可爱的植物 这样之类的 的意思 对啊 好吧 那算了 对不起 你讲 讲这好干 我突然想到 那客家还有什么元素 客家有什么 都是吃的吧 油桐花 对啊 油桐花吃的啊 三哥啊之类的啊 对啊 然后还有那个 龙 呃 过年过节 我好像是像炸龙炮的东西 用竹筒 做的那个 哦 我知道那个 但是那些好像没有人会做的吧 对啊 那个 我只有看过一两次而已啊 对啊 好像失传了 我们阿胎那一代的东西啊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对啊 然后反正 其实还有人在做啊 只是 要弄到应该蛮难 可能 你总不可能在那边放个大龙炮去炸葛西醇吧 那也太夸张 哎 他说不定被更夸张的炸过 但我觉得对我来说 那意思很像拿水原样炸他的感觉 是啊 对他说可能 嗯 好啦 对啊 水原样有点不太多 他应该是没差 啊 好啦 反正我相信他见过大风大浪 他可能 我 我是想真的想要准备 比如说特殊的客家元素的东西 让他稍微 知道一下说哦真的真的有准备 为了这个比赛准备而来 这样子 对啊 还是你到时候就就全部东西都不要准备 这是真正的客家精神 就是最神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场有什么拿什么 哈哈哈哈 不行啊 铁工厂太多武器 太多武器 勤俭职家 勤俭职家 哦 shit 好啦 好啦 那反正就是 我也希望 最后啦 我也是希望就是 可以真正能成功克服我自己的 心意性的东西 让打出一场好比赛 3月4号 对啊 那台湾的第一场的死亡赛就由我 哈卡来去 试试看 对啊 诶第一场不是烈火那一场吗 哈斯比较偏哈扣哦 我就跟你说他比较偏哈扣了哦 有啊 可是他也是头破血流 也是啦 对啊 是比较 好啦 如果他是死亡赛 那我是第二场 建设台湾第二场死亡赛 好啦 怕输入了第一场好不好 对对 诶不对 他也是算怕输入的人啊 对啊 可是是在NTW比赛打的啊 嗯 啊我们这次是自己办的啊 哦 有差哦 对啊 好啦好啦 那第一 啊不管是第一场都没有关系啊 重点是我就挑战大神了 葛西纯跟台湾选手单打死亡赛的第一场啦 这样可以了吗 没有错 没有错 上一次是竹田城市嘛 对对 对啊 没错 没错 你这样讲OK啦 没问题 好啦好啦 好啦 那就感谢大家 那记得就是我们的斗内啊 还有持续还有听众信仰 也可以大家欢迎再留言 这样子 因为讲到斗内这件事情 我稍微提一下好了 那个最近我跟那个 某一个基金会稍微聊天聊这件事情 对 然后有在谈摔脚 OK 确实是有真的 真的有在进行 而不是乱唬烂的 对啊 请大家祝福我们 希望我们真的可以 我真的好想去偏乡巡演 我很想去山林里面打摔脚 啊 好棒啊 山林打摔脚 好帅啊 真的啦 因为我之前那个偏乡巡演的时候 就有去到一些 就是在山林里面的学校 你知道吗 我在那里演出感觉很棒 那真的很帅 那超帅的 对啊 对啊 你就想想嘛 你在阿里山的云海下打摔脚 多美 多美的画面 你不要在那边给我夹浪漫 运动 真的真的 而且我突然想到 你不是说你想要在宇宙打摔脚吗 而且在山上是很接近宇宙的一个地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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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想要再生 终于是有云海 哇好漂亮啊 拜托完成我的梦想 在我四十年讲好不好 我应该还可以活个五六十年 不要一直乱讲要死不死的问题啦 OK OK 好 来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 好 我这边最后再提醒一点 提醒这个民音先生小姐 三月比赛没有抱我生气哦 会生气哦 讲好 民音先生小姐一定要来抱我 因为我流血会痛痛 要给我来呼呼一下 OK OK 好来 今天节目就到这边 我是C4 我是 C4耳男 我是C8 好的 大家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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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